兄弟们大家好 我是YY象棋主播大帝 下面 为兄弟们介绍一下 非常著名的《弃马十三招》 首先《弃马十三招》的来源 是来源于中国古代 明朝大明朝 作者叫朱晋真 朱晋真所写的《菊咒密》的 开篇之菊 《菊咒密》一本奇书 奇书的第一篇 第一局 就是非常著名的《弃马十三招》 可以说 菊咒密也因为《弃马十三招》 《弃马十三招》是菊咒密的招牌旗谱 下面我就为兄弟们介绍一下《弃马十三招》 《弃马十三招》 走的是顺炮开局 红防炮2平5 黑防炮8平5 红防马2进3 黑防马8进7 红防选择顺炮横车破直车 车1进1 黑防车9平8 车1平6 黑防车8进6 车6 红防车6进7 准备平车压马 然后黑防愿以马2进1 然后这时候精彩就出现了 7码了 车9进1 黑防一看红防7码了 限然接受 选择炮2 进7打马 然后 红防炮8进5 打黑防的马 马7退8 然后红防炮5进4 打中兵将军 黑防愿以16进5 红防车9平6 沙底斯叫杀 铁门酸 黑防降5 平6 红防前车6进1将军 黑防 45 退4 红防车6平4 黑防这个老将啊是回不到中路了 然后 只能选择平炮送炮 炮5 平6 送炮 然后车4进6杀炮将军 然后将6平5 最后一个回合第13回合 炮8平5将军 重炮 红防就取得了胜利 可以说是全局啊 全局府 仅有13个回合 鬼斧神功 天作的 家作天成啊 兄弟们 这就是局中密的这个 原谱啊 局中密的七马13招的原谱 但是这种这个 奇谱啊 我们需要学习的不是说造班啊 我们要走七马13招 我们应该学习的是七中红防啊 非常精彩的入局手段 非常精彩的杀招啊 啊希望兄弟们能够喜欢 这就是非常著名著名的啊 重要是说三遍 著名了 七马13招 局中密啊 希望兄弟们能够喜欢 喜欢的点赞转发评论 谢谢兄弟们 大地和兄弟们介绍完了 拜拜了兄弟们 七马13招 希望能兄弟们能够喜欢 拜拜